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崇基学院过去七十年能够取得骄人成就 是因为我们历任院长和教职员 都全力去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崇基人 外面加入的人就好像我这一只 都无私去奉献崇基 让我感受到一份亲情 这份亲情就好像血浓于水 学院近年得以蓬勃发展实在是有赖各位崇基的校董 各位教职员校友和友好的鼎力支持 在过程中校董的全程投入 教职员的努力那种的坚毅 校友的关心和支持都实在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次校庆晚宴的规模是历年最小 但是同时也是历年最大 为什么呢? 规模小是因为防疫的限制 但是在同一平衡时空中 通过网上的直播 使全香港、内地甚至海外的校友 都可以透过互联网参与部分的环节 所以今次的规模也是历年最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